股票看涨觉得最高 看跌觉得空头 怎么看都不敢买吗 掌握筹码动心背后的故事 才能赚到大不断 谢一文分析师利用科学的数据 带您前进股市成为赢家 欢迎收听决战筹码 摩尔投过110年 尽管投过薪资第026号 欢迎收听决战筹码 我是主持人Coc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 现在我跟上谢一文老师的脚步 翻转致腹 港后为大家邀请到摩尔投过筹码专家 谢一文老师 谢老师好 诶 主持人好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摩尔投过谢一文分析师 目前录制时间是在盘中的12点32分左右 那在节目一开始 也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 现在诈骗集团狂用老师的名号去骗人 老师我们已经按了很多的检举 怎么他们都还没有下架 哇太多了 跟雨后春笋一样 真的耶 我每天 我每天只要早上一打开FB 晚上睡觉前开FB 我都会发现都看到我自己 可是呢都不是我家的广告 对啊更更扯的是呢 他们还敢开课 就看到底是谁在上课 招揽课程啊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请你去买股票啦 报名牌给你啦 什么什么标股啊 告诉你啊 对啊 还有就做另外一些所谓的境外投资 是 那甚至于还收费 是 我觉得都不要去鼓励一些所谓的 这个尾巴的行为啊 那所有的听众也好 你就不要轻易的去上当 其实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FB的东西就尽量不要买了 对资讯太杂了 对而且很多都是就是 可能是仿冒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或者是说 奇怪你买了这样东西 他怎么寄别的东西过来 有可能哦 常常这样子 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 对所以FB好 我们这个就不要不可尽兴 是的没错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加入 正牌的Lite8 在节目过后呢 广告当中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做询问 或者是最直接方式就是 拨打联络资讯呢 有老师呢 亲口跟你说 听听他的声音 是不是跟我们广播节目 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台股 其实呢 也是随着乌二停火的谈判 真的是有所进展了 今天指数是开高震荡 那由台积电领军强谈啊 货会航运也是全面的助攻 那也是收复了昨天的碟市 那真的是如老师所说的 现在资金都看起来就是健康的在轮动当中 那老师有提到啊 像长龙航今天更是跳空上涨 老师怎么看 很不错哦 嗯 那长龙航大涨 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他啦 那你看到华航也开始小涨一点 其实长龙扬民稍微有小涨一点 是 以现在目前来讲12点半附近就是如此 但是你可以看到 对 所有的航空航运类国里面 涨幅最大的就是长龙航 是的 那我们也很荣幸啦 我们之前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就开始介绍 嗯 而且这个期间我们总共买了三次 三次 好 所有的听众 如果你有听到我讲 我也相信你们 大家应该都雨露均粘 雨露均粘稍微有 有多赚一点 嗯 好那 重点是 重点是说 你先去了解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问题 是 好你还要去了解 当然 近期有所谓的这个鼓席配发的政策 嗯 那甚至于在 金明两天有所谓的法说 是 那如果 我们像我们一样 我们 大致上略知它一点里面所谓的法说内容 是 我就敢带所有的人去提早买 提早买 这就是我所谓的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 没错 好那无论可能是 诶 如果 如果 如果像这样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 我们能够去提早去做卡位跟布局 那无论今天跳空是开多高 或者是明天有什么样的好消息 或者是今天下午有什么好消息 我相信这个都是一小笔财富啦 是的 可是在这个行情 然后在这个短时间之间 能够做到这样的绩效 嗯 我觉得也是算 蛮幸运的 对 那也希望把这份幸运也分享一下 给你 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 是 也希望呢 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有小幸运 对对对 好 那老师呢 我另外想要问一下就是 嗯 我们昨天有讲到美食 它今天触及涨停耶 但是呢 我想问我到底要 开心还是紧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它是 就有点像是防疫概念股嘛 那疫情是不是要升温了 其实 对啦 昨天就 前天疫情还算蛮严重了 发了几个人 事实上 美食它最大最大的 产品它并不是在所谓的这个 疫情的这个部分 嗯 它有很多的部分 什么戒毒药啦 这个血清啊 抗血啊 用药啦 嗯 很多 那事实上在这一段的涨幅里面 它在涨什么 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讲 它在这个季的季底 一月季 一月 一月 抱歉 第一季 好 就三月份以前 它取得了所谓的这个 3,600万美金的赔偿金 是 好 即将要落账 对 那预估是贡献在上半年啦 但是我们预估大概会在第一季的季底啦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就业外的部分 它就可以得到一笔所谓的 非常大的这个获益 嗯 好 所以你 你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它这个行情这个盘 为什么美食还能够创新高 原来是这样 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三不五十 它就给你动一下 三不五十就给你动一下 是 那事实上 我相信随着时间 随着消息面的传开 大家也不要任意去做追高了 毕竟就是它已经 这个这个已经创新高了 是的 好 那今年大概 我我认为今年的EPS 应该会超过到 应该会超过到7块 哦 今年 预估慢慢推算啦 去年大概5.5嘛 我们说我们再算一下这个这个业外的话 那至少再差 无论再差至少应该都还会有EPS7块 所以股价一百 一百三十几也还好啦 虽然是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追高 我们把资金去做其他股票嘛 嗯 好 比如说 这个我们 介绍的华福 是的 您知道华福今天也创新高吗 嗯 马上来看看 马上来看看 他今天也创新高 可是今天创新高稍微有点下来啦 是 创新高之后有点下来 嗯 这个飞龙在天也表现也还不错 也很棒 都在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成本都在很低啦 是 他都已经上去了 今天要去介绍一档股票给各位 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好像要动了 要动了 好像要动了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跟这个鸿海集团 有相关的 这个旗下的洪华先进 洪华先进大家知道吗 电动车就是洪华先进来做主导 他联集了很多的公司 包含什么台达电 包含大同 都以这个洪华先进来作为 所谓的这个主导权 是 然后去做多方的一些连署 然后这家公司呢 他也跟这个洪华先进 也签下了所谓的第三方合作备忘录 那主要是由 这个他站在这个洪华电动车的部分 是所谓的这个MIH的电动车商用平台 也就是说在充电的部分 还有这个车辆的充电桩 包含所谓的行车管理的云端系统 他也做一些所谓的搭配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 这个这个这个备忘录里面 还有一项在这个月底会发生的事 这个就是就跟这个 跟这个洪华稍没有关系的 他有做一个所谓的太阳能余电共生 电器新建案 电厂新建案 是 那包含里面的这个 这个 现在流行的所谓的这个绿电 对 未来的你的企业里面 一定要有多少比例的绿电 然后这个才会 才会去开放给你一个所谓的这个 你就不用去被磕什么所谓的这个碳中和税 那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都是一些所谓的未来的小趋势 是 虽然说在营收比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我认为有这样的举动出来 未来在 这样的行业里面 绿电的行业里面 发光发热 我觉得也可以站在所谓的这个 台湾 台湾的市场也可以站所谓的一席之地 毕竟有一些股票 故事一来 故事一来 他就先涨了 是的 有时候可能也不用看到那么远 可能故事一到 故事一来 可能就涨 嗯 大家想不想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 当然想 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之前有介绍过 对 很多人也有猜到了 哎呦 那如果你今天在 在加入我们的line 也来问说老师 我需要这一档 呃 这个太阳能余电共生的股票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资讯送给大家 好所以待会广告时间呢 可以赶紧留言 我想要这一档太阳能余电共生的股票 而且也是中广品种 5点的时候给大家 5点的时候 5点的时候 所以请大家密切要注意 那老师在节目的最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因为今天的大新闻 都是友达在剪资啊 跟长荣一样 这个友达真的是笨 长荣已经 笨吗 已经做了一件这个笨事了 他又怎么样 他又重蹈覆辙 还有跟着这个长荣的脚步 脚步 脚步他说他也要减资2块配1块 对啊 这样子会引起小股东的反弹啦 啊 只都顾及到所谓的大股东的这个权益 是 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 你会让人家一个感想啦 你的景气高峰已经过了 过了 因为你你减资以后 你没有办法再增资 是的 那这两年你没有办法增 你怎么盖厂 你怎么买原料 大家会认为一件事 你景气的高峰已经过了 所以大家会去卖股票 我们时间会有课告 是的 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欢迎收看我们的决战筹码的影片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摩尔投顾110年金管投顾薪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柜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皇上且慢 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 有没有毒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 报告皇上 测读就交给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的商品 有产销履历把关 有国家认可检验单位检订 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有把关 有检订 有责任险 您在乎的 我们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小资助专案 憲政开跑咯 感谢一路支持的听众朋友回馈 用老师的分析看情事 盯盘轻松许多 大力士 飞红 元金 背后的故事都事先告诉你 加入谢老师免付费财经频道 LINE搜寻小老鼠hotmoney888 小老鼠hotmoney888 小资助专案是你的机会 快来电0800668085 0800668085 0800668085